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简称SUN,正在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实验做准备。 这个实验将于4月8日当天进行,即全日时的那一天。 这可能是一项危险的实验,因为以这种强度从未进行过, 而且可能会在另一个维度打开一个门户。 SUN计划了什么样的实验? 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会怎样? 它们打开的也许是一个意想不到的黑洞或维度门户, 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危险的。 SUN是由23个成员国家组成的联盟, 包括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法国、以色列、荷兰、 希腊以及其他几个欧洲国家,还有英格兰。 SUN的使命是探索宇宙,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更好的理解我们的宇宙是如何构造的, 理解反物质以及宇宙之外的事物。 宇宙的诞生,特别是大爆炸, 科学家认为大爆炸是一切的开始, 我们的宇宙的创造只是一种理论, 更多关于大爆炸的内容稍后会讲到。 SUN的核心是一台粒子加速器, 名为大型强子对撞机LHC, 这台设备在经过长时间的停机后, 自2022年以来即将重新启动。 这个粒子加速器基本上是一种位于地下的管道, 是一个环形的17英里长的隧道。 在这个管道中, 它们加速来自原子核的质子这些次原子粒子, 它们将这些质子加速到光速直到它们碰撞。 通过这个实验, 它们可以找到原子的最小组成部分, 以找到上地粒子以及反物质的更多证据。 这个视频不太关于科学背景, 而是更多关于这样的实验可能会引发什么, 它们可能会导致意外或不可逆的能量变化。 例如, 当它们打开一个通往另一个维度或黑洞的门户时, 这可能会变得无法控制, 也许它会以消极的方式连接我们 与其他不想要的时间线或世界, 或者我们可能会溶解成反物质。 SUN也在它们的网站上写道, 这些实验可能会在另一个维度开启一个门户。 当4月8日打开LHC加速器 并将质子加速到光速并重建大爆炸的条件时, 你可能知道我不是一个科学家, 而是一个中介。 我是一个在物质世界和非物质世界之间的现实, 我与不同的星际种族有联系, 并从这些高振动的存在那里收到信息, 我一会儿会分享更多的细节, 只要看看它是否与您产生共鸣, 我不想试图说服您接受任何东西, 但我会分享我收到的对人类非常重要的信息, 这些信息来自银河理事会, 一个监督地球上发生的事情的外星人组织, 从它们更高的视角和知识来看, 它们能够看得比我们的科学家更远。 所以它们认为, 由于它们的实验, 它们可能会打开一个维度门户或一个大黑洞, 危险有多大? 但在我深入探讨银河理事会关于这个项目的信息之前, 为什么选择了4月8日? 当然, 你可以说这是由于某种计划的偶然, 但这可能也与日时具有非常强大的能量影响有关, 类似于一个黑洞, 这可能会导致对地球大气层上层, 电离层的短期变化。 这些变化与日时时太阳辐射的减少有关, 当月亮部分完全遮盖太阳时, 顺便说一下, 这种情况发生在全球范围内, 因为在瑞士, 质子加速器所在地, 这场壮观的景象将无法在天空中看到, 电离层根据离子的高度和类型分为不同的层, 而在日时期间, 由于太阳辐射减少, 这些层可能会被阻挡, 或者它们可以从字面上消失, 也许这正是它们想要探索的效果。 官方并没有解释为什么选择了这个日期, 我知道有很多关于为什么选择这个日期的猜测, 有人说是为了伤害人类, 但让我们看看银河理事会有什么要分享的。 我知道与外星人接触可能听起来很奇怪, 但看看这些信息是否与你产生共鸣。 它们告诉我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 并没有一个大爆炸, 科学家认为的方式并不是那样。 因为在我们经历生命的世界中, 我们以线性方式体验一切, 每件事都有原因, 然后产生效果, 我们自然也有这样的想法, 即一切必须有一个开始。 但基本上, 情况并非如此, 因为一切都同时存在, 没有什么真正新的东西出现。 它只是一个关注点的改变, 就像是问是否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两者同时存在, 但通过逻辑或理解它可能会非常困难, 因为您的头脑可能无法理解它。 所以基本上宇宙也是如此, 大爆炸的想法意味着时间和空间是由大爆炸创造的。 显然这个理论是基于许多实验和理论证据的基础上的, 但这是真的吗? 我从银河理事会那里了解到的是, 并没有什么大爆炸, 因此不是爆炸, 而是确切相反的一种内爆, 而在内爆的情况下, 现有的物质是从外部向内推进的, 这会将其压缩, 这仅仅是通过集中精力, 能量的焦点非常相似。 顺便说一下, 当我们使用我们的意识力量时也是如此, 但这将是另一个视频的主题, 事实上, 没有真正空的空间, 不存在的东西不可能突然出现, 这只是一个关注点的改变, 能量永远不会消失, 而不存在的东西永远不会存在, 因为这是定义的原因。 但一个非常依赖于男性逻辑的科学可能很容易失败, 您可以自己决定您相信什么, 无论您是否与我所说的产生共鸣, 关于次维度门户打开的事件有多危险。 我们可能会意识到, 一切已经在这里和现在存在, 我们都是所有维度的一部分, 因为一个人不仅仅是一个有身体的人, 你是更多的, 你是一个存在于所有维度的精神存在, 同时, 这可以帮助您处理您的恐惧, 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失去, 没有什么可以真正离开你, 或被夺走。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宇宙法则, 因为一切都在这里和现在存在, 当您体验到运动或变化时, 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变化或运动, 因为一切都已经在这里和现在存在了, 它只是您的意识, 从一刻到另一刻的转移, 是您的视角的变化, 这会制造出有运动有变化的幻觉。 我经常谈论, 这就像您去电影院看一部电影, 您认为那里有一个故事, 也许当发生坏事时, 您也会感到难过, 或者也许您会因为有一个幸福的结局而感到高兴, 然后您去投影室, 您会意识到一切都已经存在于电影胶片上, 所有似乎非常真实的东西, 只是胶片上的一些固定的图像, 只有通过投影仪才能创建电影, 而投影仪就是您的意识, 它将固定的快照制作成电影, 以便对您来说具有意义, 有生命, 有变化或运动, 但事实上它确实是一个幻觉, 一切都是一个快照, 您选择这些小图片, 并将它们移动在一起, 以便您创造您的生活故事, 但在电影胶片上的所有图像都是真实存在的, 它们同时存在, 这意味着在每一刻我们都在改变, 只是框架实际上每一帧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的平行宇宙, 因为它是一个独特的全线时刻, 不只是一个粒子发生了变化, 也不只是一个粒子发生了变化, 它总是另一个粒子在另一个不同的宇宙中, 这再次意味着在同一时间有无限多个平行存在的宇宙, 因此没有必要对另一个现实的转变感到恐惧, 你一直在不断地转变, 这对你来说非常自然, 这也意味着外界无法决定你现在处于哪个维度, 也不是SUN或任何实验或其他人, 没有人有权利改变你的命运, 但唯一真正重要的是你的频率, 你的能量, 你的信念系统, 你不断地在无数的平行宇宙中转变, 如果对你来说黑洞实验或爆炸性地进入另一个维度的实验并不重要, 那么你将不会经历它, 也许在另一生中, 因为你是一个永恒的存在, 有一个不朽的意识, 但这是我们刚刚开始理解的事情, 即使你的头脑现在无法理解它, 但你的内心可以理解它, 我们甚至不需要技术来穿越无限的平行宇宙, 我们在每一个时刻都在做这件事, 每一个时刻都是独一无二的, 唯一确定你所经历的是你的能量, 这与你所相信的紧密相关, 这就是它的疯狂之处, 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 您也可以观看我最近发布的有关矩针的视频, 在那个视频中我更详细地讨论了这个话题, 真正需要的只是意识, 意识在你的生活中, 不要让自己被拖住或困在旧世界中, 相信负面和限制性的想法, 这可能会阻碍你的幸福, 这个先实验不能伤害你, 顺便说一下, 他们正在寻找的上帝粒子, 是的, 它存在, 它存在于一切之中, 它是贯穿一切的神圣意识, 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基本上, 科学试图用逻辑或实验来证明某些东西, 但这不是正确的方法, 你只能通过意识来体验上帝粒子, 而这与你的心灵大部分相关联, 对我们人类来说, 重要的是要理解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维度以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决定了我们相信的东西, 我们相信的东西决定了我们的能量, 维度和现实, 以及我们将经历的平行宇宙, 你必须努力实现这一点, 如果你并不是真正想要的生活维度是频率领域, 要改变一个维度, 你必须处于相同的频率水平, 才能意识到这个维度, 否则是不可能的, 你的意识必须处于与这个维度相同的水平上, 只有这样你才能转变, 这并不像买一张火车票和选择另一班火车那么简单, 请与您的朋友和可能喜欢看到它的人分享这个视频, 并点赞, 我爱你。 请与您的朋友和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